《月桶院家》日前作為嘉賓出演了漫畫家李莫年的網路頻道直播 直播上他們除了宣傳新專輯外 哥哥燦賀也公開了一首名曲的隱藏秘密 讓妹妹秀賢超級震驚 接了解當天李燦賀表示 我是2017年入伍的 在入伍前和女友分手了 一番話讓秀賢誤住嘴巴表示 我沒想到會在這裡公開 而燦賀則繼續淡然說到 退伍後我製作的歌曲就是 How can I love the heartbreak? You are the one I love 那首歌是以分手為動力完成的 希望自己能成為一位懂得身手分手的人 由於這首歌不管是旋律還是歌詞 都深受大眾喜愛 更被選為《月桶音樂家》中最具代表性的名曲 因此當燦賀說該曲是分手後所製作的歌曲時 網友們也紛紛開玩笑的表示 燦賀這樣說很不好意思 但你可以再分手一次嗎? 雖然很痛苦 但我會期待你的下個分手的 這首歌連幕後故事都很讓人驚豔 這首歌連幕後故事都很讓人驚豔